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欧老板的约瑟夫 这把的话阵容方面有一个杂技,杂技打约瑟夫 牵制的话还不错,但是对面是一个闪现约瑟夫 所以说我觉得这套阵容第一波镜像如果打好了,约瑟夫其实还挺好打的 就是他这套阵容的话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跟约瑟夫刚正面 约瑟夫这里的话应该是ban了一个机械师 如果说能够再补一个,比如杂技这个点能补一个前锋的话 这套阵容就是一个BOE的一个完整体 那么相对来说这套阵容的一个中和能力会强很多 因为杂技这个点打约瑟夫,他如果抓你,凭你抓你,那确实是不那么好抓 但是呢前锋这个点就不一样,前锋这个点不仅凭你抓不好抓 他还能对吧,防你挂人,来干扰你,来搞你 这个是在关键时间点上面之外差蛮多的 这边还想挂一个双挂,但是这边杂技去想去捞一手 拥兵 但这样的话杂技这个点位可能要暴露 第一波双挂,拥兵的话打一刀倒地 虽然说可以扛一刀救人,打一刀倒地 这波杂技救人就有点亏了 如果拥兵自己救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杂技这波救人的话是直接被找到上挂 这里得看,这里得看约瑟夫这边这个闪现怎么交 如果这闪现,比如说这边那个佣兵将人救下来啊 然后一个闪现能够被鸟顶掉的话呢 杂技牵制起来,我觉得球者还有得打 但是如果说这个鸟给佣兵防一波双倒 那这个杂技面对一个闪现,约瑟夫 应该是故意甩一刀空刀来骗你一颗球的 我感觉这波欧老板在大气层啊 他这刀甩的明显就是,对吧 知道你有技能想把这个技能骗出来 而且他感觉这个技能你是跳不进这个窗口的 先把你这个给骗了,要不然对吧 杂技这边肯定要防一手闪现的嘛 当然我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是从这波操作来看的话好像真的在大气层 知道个百万级通缉又通缉到祭司了 刚刚本来还有一点没说完就是 这波因为佣兵来救人的话 鸟大概率给佣兵,要不然佣兵吃一刀倒地的 所以这边的话祭司可能救人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祭司满血 然后他本身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位移能力 但是呢,祭司被通缉到了 这波呢,挂金地压式本来也有机会能够让祭司来救 霍尔祭司也有可能来救 但是又被通缉了 被通缉了不太可能来救的 被通缉了来救这个问题很大的 看见了对吧提前我顶出去 除非你安排两个人一起来救 局势上面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啊 这里祭司还看见了 打一刀空个血 好像还想打一波双挂 挂祭司 这里挂祭司 根据祭司的一个走位路径 来大致判断你的一个方位 然后跟着你的方位往前走来挂你 然后通过转牌来找 然后通过转牌来找 这波换 因为这波的话 先知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先知本来应该是没怎么敢修机的 为什么呢 这个先知他被牵起来了 大概率是要挂他的 所以说这个先知是 选择应该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然后呢 没想到他搞了半天你没挂我 居然挂的是个祭司 祭司被捡到了 两波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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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波捡人是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这里耳鸣转牌回来 好 怎么办 这个先知 这个先知 这个神位的话 有闪现 看有没有狂暴 应该是有狂暴的 一点狂暴 一点狂暴的话不好说 如果三点狂暴的话呢 这个神位是可以打一刀 然后 那个 追个闪现 将人击倒的 救不下来的 加速 他得 他得有一个翻板翻窗之类的加速 加一刀 那个才能顶过去 一刀 一点一点狂暴的话 只要这个社会就够了 这个社会就能救下来了 打一刀 这里帮忙扛 扛就扛嘛 祭司三个洞 而且镜像还在挂上 傭兵那边的电机 刚开始修 一波进食切换 一刀倒地也漂亮 完美 就近挂飞 然后挂先知找傭兵 还是说要完成一个四 这把的话 赢赢在 其实赢的话 我觉得赢前面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那个 捡到了杂技 第二个点就是 通缉到了祭司 通缉到了祭司 真的这个很难办 就是傭兵被迫来救 那鸟被迫要给到傭兵 所以说这只鸟 给不到杂技 约瑟夫闪现捏在手上面 这杂技根本不可能 牵制起来的 看见傭兵了 切传送 这样就是防傭兵 连跳护必过去救人 防傭兵连跳护必过去救人 平地追一刀 然后传送到椅子边 如果你要跳护必过去救人的话 但我觉得传送是不是切的早了一点 这样的话 万一这个傭兵拖一拖 然后这边有个地窖 那不就跳地窖了 我觉得拖一拖 然后看情况再切 可以切个放狗 一刀漂亮 可以了 这边看一下地窖 在不在里面 看一眼 走过去听到声音就知道了 没有 那算了 把这把一个四抓也是情理之中 没什么办法 上来这个局节奏太好了 双挂 然后捡了一个 弄残了一个 就已经是一个大优了 也是感谢大师伴们 下期再见 拜拜